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起讀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在坐飛機的時候 就是如果說今天那個座位的連續比較長 就三五個位置連在一起 那你知道兩側是走道 那大家都有Armrest Armrest是什麼 就你可以放手臂的這個 椅子上這個東西 Armrest 這個Armrest 到底要怎麼分配它呢 因為你知道最兩邊當然有 所以坐兩側的人還是有Armrest可以放手 但他們的內側的那隻手 就會跟中間那個人共享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兩側的人也擁有 左右兩邊的Armrest的話 那難道中間那個人就屁都沒有了嗎 這是不是很不公平 那如果你要分一個給它 要分左邊還是分右邊 那如果說 分左邊那分右邊就不公平 分右邊分左邊不公平 那還是它應該兩邊都歸屬於它的呢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這邊是有一個空服員 他在這件事情上給了最後一個答案 所以 所以既然是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我們就來看一下 Flight Attendant rules Who gets the middle Armrest on planes and most passengers won't be happy 所以Flight Attendant應該沒問題 我們講過這個詞好多次了 像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稱他們 男空服員叫 Steward 然後女空服員叫做 Stewardess 就有分男女的觀念 那後來就叫做Flight Attendant 那我最近幾年看到的都變成了Cabin Crew 我們好像上個禮拜曾經說過這個東西 好所以這幾個詞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Flight Attendant 他就來rule 他就來判斷 下決定 Who gets the middle Armrest 誰能夠得到中間的這個 Armrest剛說過了 就是放手臂的這個東西 所以Rest這個詞是休息 所以你是讓手臂在上面休息 所以他用Rest當成一個名詞 事實上不只這個 如果說今天像我的椅子後面有這麼一個 放頭的有沒有 OK 這個就叫他headrest OK headrest 所以開車的那個 汽車的座椅 上面也是有這個東西 所以Armrest 有headrest 多學幾個字 好所以他最後給了一個 他的這個 Decision 那他說大部分的 Passenger大概不會太快樂 什麼意思呢 好我們來往下看一下好了 So 所以他把這一個 這一個 因為這是一個大家可能 會debate的一件事情 對吧 那debate你知道就是 去辯論的事情 那如果說 你把這一個討論 終於讓他 終結了 完結了 所以你就是把這個東西 You put 這個東西 to rest 嘿 跟前面的rest有重疊到有沒有發現 Headrest放頭的 Armrest放手臂的 那把 Put something to rest 就是把這個東西啊 能夠讓他 休息了 我們可以不用再爭吵了 我們讓他 收尾完結吧 So I'm gonna put the discussion to rest 也就是我要把這個討論 終結掉了 讓我來做最後的 judge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他這邊一開始開頭 就給你那個片語 Put to rest OK 好 看一下那種說什麼 Landing the middle seat on the plane is bad enough but the situation is made ten times worse by a battle over the unrest with neighboring passengers 第一段 開頭的是 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夠糟了 但是後面可能會讓他 十倍糟 所以什麼事情就已經夠糟了 就你要是倒楣做到了中間的座位嘛 所以他用了一個很有趣的 鬥趣的詞就land 就是你land有降落的意思 所以你在選位置的時候說 哎呀不小心降落到中間那個位置 so land in the middle seat 好所以這就已經夠糟了 is bad enough but the situation is made 10 times worse 但這個處境啊 就十倍的糟 by 後面這件事情 就大家會爭吵 battle battle over something 為了什麼東西爭吵 所以這個unrest剛說的沒問題 跟你的隔壁的passenger 所以他是你的隔壁 所以我們用形容詞就是neighboring so you have a battle over this unrest with the neighboring passengers so a flight attendant has now sought to put all elbow wars to rest 你看剛才看過put to rest 所以他要把這一些手肘的戰爭 他要把它put to rest 所以這個動詞還蠻生動的 所以他現在要來尋求 把這個argument來put to rest 這是什麼中文 so he has now sought sought這個字 他是seek這個字的過去分詞 就尋求的概念 所以他現在想要來尋求一件事 就是我要把這個dispute 解決掉 所以剛剛講的是battle 你也可以說這是一種紛爭 這是一個dispute OK 像例如說我們會對釣魚台的主權有紛爭 那這也是一個territorial dispute 這是一種區域的紛爭 也把這個字補給你看 所以territorial dispute over 釣魚台到這樣子 so 所以他想要來put all the elbow wars to rest by clarifying who gets ownership of the middle ground 所以他要來講清楚 clarify OK 他想要來clarify 誰能夠得到中間的那個土地這樣子 所以誰能夠claim ownership so who gets ownership ownership應該沒問題喔 就擁有權這樣子 所以cabin crew member 他的名字叫做boris milan was speaking on一個podcast 那podcast不管我們是什麼來 所以they did a lot of research in the UK for some reason about this when you sit in the middle seat you get to have drum roll 所以他們 UK事實上有很多的研究 最好是啊什麼都英國研究你知道 所以 所以反正是有些理由的 so they did a lot of research in the UK for some reason about this so當你坐在middle seat的時候 你幹嘛呢 所以在這邊這個時候 他主持人啊這時候他就插話了 所以這裡有個詞要插話 所以他是在描述一下 他們的podcast進行中 有這麼一些 這個互相的互動 所以interject 我打字inject搞什麼鬼 所以他就插話了 所以他就說 他跟他說 喔你you get to have 然後主持人就說 you get both armrest 兩個都是你的 所以 兩個都是你的 公不公平呢 所以這個時候boris就同意了 It's common sense guys It's common sense 其實他認為 這完全是 一個很 一個嘗試 想一想其實蠻合理的 如果你不覺得的話 我們看他這邊說一下 為什麼這是common sense的 OK 好 然後他前面剛剛標題有說 可能大部分人不會喜歡這個決定 So the decision is unlikely to be popular with most passengers 所以這個decision大概對於大部分的passenger來說不會太受歡迎 為什麼呢 因為他discount two out of three people in each row 好合理 因為你兩個如果都是你的的話 在中間那個middle row多半可能是三個人嗎 那如果說中間兩個都是你的 那左右 所以三個人當中有兩個人就 失去利益了對不對 因為中間那一個人得到兩個人的利益 大家懂意思喔 所以discount two out of three people in each row 酷喔 可是這邊說了 有一個人他反正問了一個專家 那專家呢他就back up這一個 他支持這一個說法 OK 所以這個back up這個詞 他有備份的意思 那在這邊的話就是支持他 所以他告訴了一個雜誌 雜誌叫科夢波丹 It's universally accepted that the middle seat passenger has drawn the shore straw How cool So they should get the luxury of both armrests 這個說法很漂亮我很同意 不是說很同意 就是他很漂亮 所以他 我怎麼說漂亮 就是他用了一個沒有畫面的一個 我們說 抽籤這個動作就叫做draw straw 好押韻齁 所以draw straw Straw是有稻草之類的意思 也有吸管的意思 那 可是你像抽籤事實上 他們就是有短籤長籤嘛 那你抽到短籤你就中了 抽到長籤你就沒事之類 或倒過來的 所以 他這裡說很明顯的中間這個人呢 他就是抽到了短籤 也就是他倒楣嘛 倒楣做中間 所以這個 這個的 draw the shore straw的這個片語 你就可以把他理解為是 倒楣了 抽到短籤了 抽到了這個金馬獎 當兵的話這樣子 So中間那個人 draw the shore straw 所以他應該 得到了兩個armrest的這個 奢華的享受 they should get the luxury of both armrests cool ok 好然後 為什麼你 你可能會問為什麼 why so why you ask right why you ask the aisle seat passenger has the freedom to stretch their legs and get up and down as and when they please excuse me 他在講的這個 是 特別講 我剛剛強調的是 可能是 就是中間的那一個 然後左右兩邊 中間塞一個人 事實上在有些飛機 連是 機翼的就是側邊的部分 也有可能是有三個位置 對不對 那在這個狀態下的話 其中一個人是window seat 其中一個人是 isle seat 那中間那個人也是 就是middle seat 所以他說的是 isle seat passenger 也就是走到座位的 所以走到座位 isle seat ok isle就走到 所以走到座位的人 你知道最爽的嗎 所以 他有個自由 has the freedom to stretch their legs 能夠伸腳 對不對 所以stretch這個詞 就是有伸懶腰啊 拉長之類的意思 所以能夠伸伸腳 可以stretch他的腳 然後呢 get up and down 所以可以走就 起來坐下 起來坐下 as when and when they please 只要他們爽 as they please 或者when they please 都可以 所以照你爽的做 as they please 這個片語很常看得到 他甚至是一個紙句 因為這個s是個連結詞 所以像我跟你說 你想做什麼你就坐吧 我就跟你說 do as you please 這句話意思就是 做你想做的吧 please就是 舒服爽這樣子 so they can stretch their legs get up and down as and when they please while the window seat passenger has the luxury of looking out the window daydreaming of their holiday destination or curling up to rest their head on the side of the plane to enjoy some shut eye cool 所以 Window seat有什麼爽的地方呢 你知道可以看窗戶嘛 so 他有這個 the luxury of something 所以其實你看他用了兩次 the luxury of something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the luxury of什麼 就是什麼什麼的奢華 什麼什麼的爽感這樣子 所以他們有一個 the luxury of 看窗戶 看窗外 或者是 然後同一時間在 就做著白日夢有關於 我要飛去弗洛里達了 我要幹嘛幹嘛 so daydreaming of their holiday destination 或者呢 他就可以縮成一小塊 然後靠在窗戶的旁邊 你知道 isle seat的人沒有東西可以靠 除非旁邊 中間那一個人是他認識的人靠肩膀 所以旁邊的人沒人靠 中間那個人更不要說 如果兩邊都陌生 沒有地方可以靠 可是做窗戶邊的人 你就可以靠在窗戶上 right so 他們可以curl up 所以這curl up就是把自己 捲成一團 ok 這個curl up的 片語的用法 在外國人的使用 常常是捲成一團來看書 ok so curl up with a book 這是他們很常講的一個片語 好但不管 所以你可以curl up來 把他rest their head 又看到了rest 休息他們的頭 在這個飛機旁邊 來享受一下 shut eye 其實也就是睡一下你知道嗎 所以shut eye這個詞 就閉個眼 ok 所以享受一下閉眼的時間 without the risk of passengers needing to clamber over them while they sleep 所以一樣沒有人會去打擾他們 唉對不起結果我要上廁所 因為window seat是他去打擾人家 不會有人去打擾他嘛對不對 講到這裡其實差不多了說真的 因為好像也蠻長了齁 所以這些理由我覺得還蠻充足的 那我們也講了一大堆單字 好所以我們就來 複習時間 每次講到這個就很白癡 不過無所謂啦 好所以我們剛才看到了空服員 有分男女的話 steward stewardess 那要是部分的話 flight attendant 或者cabin crew 那剛剛講到了 可以放手放腿休息的地方 arm rest 或者head rest 然後put something to rest 也就是把一個爭議 來去消滅掉 來去做結論 so put the dispute to rest ok 好所以seek跟sought 尋求的現在是跟過去式 所以有人想要來 尋求把這個討論來總結掉 那討論 剛剛有了debate是爭論 dispute也有類似的概念 ok dispute比較像是 debate是辯論 dispute有點像是 像剛剛講的釣魚台島啦 所以像territorial dispute 這個就比較debate 這個叫dispute ok 好爭議的概念 然後就有人想要來clarify這件事情 clarify是講清楚 那interject 是剛剛那個我們說 他的podcast裡面那個主持人就插話了說 你是坐在middle seat嗎 you get both armrests 然後就說了 yeah that's common sense buddy 這是嘗試 ok 那後面有個專家 來去補充了這個說法 來支持這個說法 back up這個idea 那他就說坐在中間的座位的人 你就是一個倒霉的人嘛 you draw the short straw 你抽到了短籤 ok 那坐在 那個走到位的人 可以爽爽的對不對 隨時上下然後伸腿之類的 所以aisle seat走到叫做aisle 你可以伸伸腿 你可以stretch your legs 那什麼時候都可以 as you please as they please when they please 當他們爽他就可以這麼做 ok 然後 然後右邊的人 不是講右邊的人 就是 記憶旁邊的人 或者反正就是window seat的人 他就可以享受什麼什麼的奢華呢 準備講到什麼什麼的奢華 什麼什麼的豪華 什麼什麼的爽 就是the luxury of 什麼東西 像我們常講到說 我沒有時間啊 我們當然說 i don't have time 可是我們也常聽到 i don't have the luxury of time 補一下給你好了 我沒有時間這麼一個奢華的東西 i don't have the luxury of time 很常見到的一種說詞 那在床邊的人可以說起來睡一覺 curl up curl up 縮成一團 來睡一下 享受一下閉眼時間 shut eye 是個名詞 嘿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的複習 好像做得越做越順手 還蠻好的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